台中一名14歲蔡姓少女吳兆騎車載著朋友就發生車禍 不過事後在網路上面流傳說 她的機車倒地之後 職務箱掉出了一把槍 後來警方事後展開了追查 確認這是一把沒有殺傷力的玩具牆 十字路口碰了一聲 雙載機車跟右轉造車發生了碰撞 機車上的兩名未成年少女連人帶車倒地擦傷 但事後卻傳出案外案 機車植物箱掉出了一把槍 跟物品散落一地 被目擊的民眾拍下 未成年少女吳兆騎車還帶槍 车禍地點就在台中東區 汉溪街跟石甲東路口 二號上午九點多 一名十四歲的少女吳兆騎車 載著十五歲的朋友 跟一輛白色轎車發生了碰撞 置物箱居然當場釣出了一把槍 網友調侃這是台中日常 現在人人一把槍 慶祭是不意外 警方事後展開追查 確認是一把玩具BB槍 當下是後座乘客 擔心惹麻煩拿外套偷偷蓋起來 少女士後夜共撐 是因為曾經被狗追才會帶著防身 但是因為車禍掉出來 這下不只得吃上 無照罰單 還被依違反社違法送辦 這裏胡杰倫 方品文 台中報導